我們稍後再回答大家 我們先說了一隻中心 這樣24.2就買了一段時間 他說短期 譬如說未來一個月的前景 你怎麼看呢? 這個是Kid來的 我覺得短線有得想的 最近又很煩 你又有些中美談判的憧憬 隨時有機會出力 是 但是你說最多都是回家鄉 是 你說再望到去28、29、30 或者甚至穿了一些平均移動線 是 我又真的未去到這麼樂觀 但是問題我不這麼樂觀 這個道理就好像 可能隔離我樂觀 你問我的中心 我不會碰的 所以我有時會覺得 我之前好像在其他節目說 如果你聽嘉賓說話 不要聽一半不聽一半 我的角度就是 本身都不會叫你去買的時候 你買了的時候 我又覺得 你去看流程 我覺得有時 圖表也會告訴你一些東西 這些圖表 我們這幾個月看到很多 擺明是差的基本因素的股份 是 但是好像慢慢最壞事而過 是 所以我很喜歡衝勁這些股份 其實剛開始節目時 你問為何突然插回Tesla 是 為何突然插回車股 是 其中一個原因 我不知道在哪裡來 我現在都理解不了 是 但是有些 都不是有些行 很多行 是 衝勁整個汽車行業 不知道為何他們覺得 半導體的供應鏈 會好很多 是 就是他們會覺得 會是車片芯片方的問題 短時間內 有機會有個180度轉變 做得的當然是在說 供應量增加 是 可能就是在說這些公司 是 可能做多一些業務 可能是業績來的 未來會看到這些利益因素出來 是嗎 不知道的 但是估計就是在充電這些東西 可能正在走上去 又或者可能在充電中 你的貿易談判 是 你說到28天這樣 不是說沒可能的 突然間同行 買到一個光刻機 是 什麼都行 是 但是這些是猜不到的 但我覺得你都24元拿到現在 是 沒理由無緣無故投降 估計又在衝上去 是 如果你要做好風險本 你22元做回支持位 是 你不穿22元就繼續拿 但是你說去到什麼位置 突然間 你譬如捱過一段時間 上回到100天線樓上了 24元突破了 回家鄉 你打算算了 買其他東西 到時候可能你很欣賞 噴噴聲地來 所以我覺得 我會用圖表去控制這些股份 本身就不會買的 但是你不穿22元 基本上你先拿著 是的 再給我來喝 我會開始 沒問題 再給你 好